星期日在心經中聽到一個報道 美國一個心理學家的名字我忘記了 不過聽起來應該是猶太人的名字 他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人的快樂的關鍵地方 就不是在我們自己身上 這個名字我沒有說是基督徒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研究 他說人的快樂就不是在我們自己能夠建立那些東西身上 意思是人的快樂不是賺多少錢 不是能夠建立自己的名譽地位 擁有多少東西、多少權勢 他說人的快樂是在我們之外的東西 大家明白嗎? 那些東西不是你控制的 人的快樂是我們外面的東西給過你的 他說人的快樂在哪裡? 在我們的親人給我們 人的快樂是在我們的家庭給我們 人的快樂是在社會 當我們貢獻社會的時候 那些快樂就來了 還有上帝 我懷疑這個人可能有點信仰 可能猶太人也不一定 當我們一聽的時候 我說其實這個心理學家 他心理學做這些怎麼來呢? 他做研究 就是做研究 看看他的快樂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得出結論 其實當我們基督徒的時候 聽到這個結論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我們應該明白 一個真正快樂有意義的人生 原來那個重心不是在建立我們建立多少東西 原來那個重心是我們能夠付出多少東西 原來是對方給到我們 那個重心是在另外一方面 在我們之外的人生 我們語堂的大兄姊妹 我們已經經過人生不同的日子了 究竟我們有時候想想 究竟我們的人生過了這麼多年 未來還有很多年 我們怎樣活得有快樂 有起勁 有意義的人生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的問題? 最近經常想 可能沒有了 開始數下數下 人生怎麼過下去 是否這樣就過了我一輩子呢? 沒有人知道我們的時間是多少 年輕的時候 沒有什麼所謂 我怎樣做很多日子 慢慢想 見到我們兒子 都不想這些問題 當你去到現在 中年之後 開始想 我剩下的日子 那天就是小日 我怎樣能夠過我餘下的日子 以至我覺得 真的不枉此生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 不枉此生的人生 所以就是一個不斷的思考 跟大家在過去秋天的時候 一直在想 怎樣真的能夠過得 不枉此生 在聖經裡 一個真正不枉此生的人生 可以說是一個 完成神託託父使命的人生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九月跟大家說說 摩西 神呼召他 呼召摩西 給一件很大的事給摩西做 摩西 經過很多難處 很多藉口 最後神帶領他願意去做 若書牙 神呼召他 繼承摩西的工作 然後基電 基電是這麼多人當中 比較害怕的 神要幾個印證給他 靜反印證 所以來自行 你去行吧 走就在你的人生中 有些改變了 在當時的大敵人當中 米甸人 敵黨 打敗他們 讓國家 有一段很長的太平日子 he made a difference Moses 摩西 Jocua Gideon they made a difference 在他人生中 他們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在他的圈子 畫大畫小 我叫摩西比較大些 基典比较小一些 又是书雅又是在摩西郎基典当中 They made a difference 撒母耳 小小的时候 上帝呼召他 撒母耳 他听了几次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后来以来说 是上帝来的 听吧 他愿意听撒母耳听上帝的呼召 于是成为最后一个使师 也是高龙王的使师 也都在国家民族里面 made a difference 以赛亚 善致见到上帝的荣耀 上帝说 我可以猜献谁 谁可以为我去呢 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请猜献我 就是一个愿意 给神猜献 愿意说 我人生不是为了 不是一个重关心 不是为我 不是我自己想想的 人生关键的重点 不是我要怎么做什么 不是我感觉怎么样 人生的重点 对以赛亚和刚才上述所说的 那些人来说 就是说上帝啊 我可以做些什么 你告诉我 以至我能够完成我的使命 我人生就有快乐 就有满足了 所以今天 这次还有几个 我们看完耶利米 跟着以西杰 跟着就讲讲 彼得的人生 就是 都是还要一个 如何用一个 有使命 有意义的人生 刚才准备说 这把声音好像很差 但我说 其实我站上台 那把声音不同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 马上讲话语 马上讲讲话语 马上讲讲话语 马上讲的以赛亚的时候 大概以赛亚当时是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开始 乌西亚王是一个很长 相当有成就的王 乌西亚王崩之后 国家就受着亚述国的影响 一路每放愈下 去到耶利米的时候 是国家 另外一次中兴的时候 这个亚西亚王 虽然在位不是很多年 但是在他统治的犹大国之下 是开始有一个宿灵 和军事方面的中兴 中兴就是说 Revival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事迹就是 在亚西亚王的时候 他在圣殿里面找到一本书 这本书 这本书是律法书 那些学者说 多数找到今日的生命记 可能是版本 有经过抄或编辑 找到生命记、神经、律法的书 有时都很奇怪 摩西寺的书 丢了在圣殿里面 几百年没有人来 当时他们忘记了 找出来 开始一个整个属灵的复兴 每个人都要读神的话语 拆掉偶像的痰 不过还差一点 在山上、山丘的幽痰 没有拆掉 一个属灵的中兴 不过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复兴 在当时 哇 哇 约西亚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新的英雄 约西亚王当年 宗兴打领国家复兴 而且他还很年轻 当皇帝的时候很年轻 死的时候也是很年轻 那么 在这个时候 国家另一次中兴 但是约西亚王很快 六百年 AD 左右 是当时 犹大国另外一次的困难 神就在这个时候 呼召耶利米 所以我们今天 在耶利米蒙夫赵里面 去想想 究竟 我们可以在耶利米的蒙照 差遣当中 学到一些什么的方向 一些什么的行动 回应 帮助我们 我们不是做耶利米 神交给耶利米的事 得耶利米做得到 但是神可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将一些新的使命 一个工作交给我们 有些的工作 不一定要很大 国家 兴望 匹夫有责 那么大 可能是我们家庭当中 可能是我们 在工作里面 神的使命交给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去 要完成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 真正有积极 有方向的人生 好了 耶利米当时 活在大时代 当时 真是国家走向灭亡的当中 神就呼召他 告诉他 你会面对很大的困难 但你不用怕 爱着你同在 在这方面 我想大家学三方面 三个重点 怎样能够过一个 真正有目标 有使命的人生 第一方面 就是说 我们要真真正正正 去明白 或者去拥抱 神从起初 就简选 和索造我们的事实 在圣经里面 耶利米说 第四节 他说 耶利米说 耶和话都说 临到我 我未将你做在福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留意这个说话 终点是哪里 我会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但他说 我已派了你作列国的先知 当时 他未做 有人说 这个经文所描述 可以是一个任命差遣的典礼 但神说 我已派了你 神从起初 未将你做福中 神在永远当中 已经计划耶利米 要带领他将来在他人生里 成为列国的先知 而在过程当中 他说 我未做你福中 我已晓得你 即是我认识了你 这个晓得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圣经里面晓得 英文的字叫No 不是这么简单 这个字有很多用法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用法就是 阿当就认识了夏娃 遇上个儿子 所以是一个很亲密 就是一个性的关系 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当然上帝和耶利米 当然不是性的关系 所以这个字 是描述了一个非常亲密的 认识的关系 上帝当未做耶利米的时候 已经认识了他 即是说 上帝是很深切亲密的 去认识耶利米 带领他 完全的了解他 帮助他 以至索造他 未出母胎 即是说 已经开始形成的时候 神已经将他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这个字 我们通常 就会给那个圣字 圣结的圣字 有点重点 挑在一边 分别为圣 当然将他变成圣结 其实分别为圣 那个字 最根本的意思 就不是圣结的意思 当然有圣结的意思 最根本的意思就是 分别 set apart 意思 即是说 我上帝 在耶利米 未出母胎的时候 他生出来 在母胎中 我懷着十字 懷胎之间 上帝已经分出来 整大堆东西 分了他 譬如说 好像我们 一大堆东西 可以分成两类 分了一堆 这堆耶利米 分了出来 就是他属于我的 所以圣结是属于上帝的意思 分出来 去成为列国的先知 意思就是说 神从起初 就拣选他 索造他 以至帮助 以至他有一天 成为列国的先知 耶路华告诉耶利米 今天 现在神的呼召到你 不是突然间临到的 不是偶然间临到的 有些学者说 当时耶利米 很年轻 这里没有说 可能说他十多岁 因为他说 我很年轻 不懂得说话 那是真的 很年轻的时候 说我现在十多岁 你要呼召我 不是吧? 我什么都不懂 上帝说 我呼召你 不是因为你年轻 那么简单 是过去十多年 甚至你没做母胎的时候 上帝已经一路好一路 安排 但应你 一个真真正正明白 上帝在我们生命工作的人 他就会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 因为他知道 上帝不是今天才给他工作做的 上帝已经从头一天 就预备我们 来为上帝工作 从头一天 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 要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祝福不同的人 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好像耶利米一样 去拣损我们 得救 拣损我们 原来从母胎当中分别我们 虽然我们离比 好像耶利米一样 但是我们很明白 上帝拣损我们 索做我们 以至将来 他要交托给我们 为他完成一些使命 不是突然间爆出来的 是要上帝帮助我们 已经索做了我们 以至我们能够 可以为上帝工作 所以一个有使命的人生 我们不用突然向上帝 麻烦你在天上 扔个字条给我们 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要明白 圣经的话语 其中一个方法 去思考一下 就是想想 在我们过去的人生里面 在我们过去 一直到今天 上帝 有没有投资了 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 去帮助我们 以至预备我们 去为他做这些工作 有时我都问 为什么 其实很奇怪 我自己人生里面 为什么有时 这几年间有些人问 牧师 你经常去电台说话 周围说很多东西 你很喜欢出风头呢 我问我自己 我是否喜欢出风头的人 其实没有害羞 有些害羞 我以前说话 是拒动 我加厚的 当初当在公共话时 真的有厚和脚 其实我不喜欢 公开和别人辩论 为什么 我问我 我不是喜欢公开辩论 我是喜欢说说道 因为我告诉你 为何没有跟我拗 你拗我 我会驚惊的 为什么我会问 什么社会问题 想找我 会问自己 可是我会问 是不是你很了不起 老实说 比我聰明的人,但也有人在 那是否上帝安排我做这些事情 那为何会走到这样的地步 可以用历史当中,原来十年前 我们同性婚姻等等等等 但又当年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我在想,其实不是偶然间的 我想一下,为何在我人生里 上帝今天要我做这些事情 可能他明天不让我做 不过去到今天,为何要做呢 原来我在想 和我有点点胆怯的感觉 有点关系,因为你不敢乱说话 怕有自信的人就乱说话 那就死定了 有点点胆怯 这个和我四五岁的时候 和人打架,被人打穿头 有点关系 这个就形成了我比较不害怕 和人乱说话 然后呢,我读工程 读工程其中一个问题是读数学 读数学是要清清楚楚 不敢跳步 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三 要清清楚楚 另一方面 然后呢,在过去日子里 读了很多纳杂大的书 读了很多书 读了很多书 中国哲学 又清智学 又读了马克思 读了很多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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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有关系 那牧师跟我说 他说,邪安康国 你不要一事无成 他意思就是说 你周围搞来搞去搞这么多东西 都不知道你干什么 你当时 2004年的时候 按钮牧师的时候 很厉害我 当时 你不知道做什么 因为你搞了这么多东西 都不知道你干什么 当然那牧师很深 就是说 你应该好好地 讲到做牧师就可以了 读了那些 古灵精卦的东西 现在我明白 有些意思的 原来懂得这么多 古灵精卦的东西 人家有很多问题 问的时候 我就会知识层面 比较广一点 虽然没有样精 读了很多东西 原来有些用途 原来今天突然间 有个 你知道有时见到电台访问 是这样的 诶,邪牧师 12点钟 我们2点钟来 访问一下你 Ford突然说 被人找出的东西 你的电视法 2点钟我们到了 12点钟找我 2点钟到 我发电视频 给大家看 在手机里面 可能在开车 可能回来 12点钟就来访问 12点3 走人 所以不是我常常上电视 不是15分钟就完成 那怎样呢 2点钟就跑步 不是 立即想一想 组织一下 不是 那两个钟头 这件事 Ford 怎样 对这个人的道德操守 和公众人物的关系而合 然后呢 不止一个问题 更多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那件事 说 Cue the Chinese Jimmy Kimmel 怎样搞呢 真的一两个钟头就访问我 那时候我还在 星期五 星期五来 我还在Costco 买药 等了很久 没工作 有没有电脑 拿着我很差的 blackery 找一些资料 什么Jimmy Kimmel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问我一会来看你的回应 他问我一会来看你的回应 Jimmy Kimmel那件事 说什么呢 我读过犹太的历史 读过Holocaust 我去过 突然间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我发觉我能够去说话 去回应 原来是过去几十年里 上帝给了很多经验 如果几年前我没有去 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我对犹太人被屠杀的感觉 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说 We kill the Chinese 我说的东西 其实跟我两年前 我去Yad Vasham 看到那些很简单 诗两个就是Crystal Knot 就是说当天在波瀚的时候 我们把一群犹太人 他说 我们那天要把所有犹太人的 开店的玻璃窗 全部打破 Crystal Knot 就是Night of the Glass 我去看过那些图画 我知道 Kill the Chinese 和当年Kill the Jews 差不多 所以有点夸张 不过电台不夸张 人家没有人理解 即是你 好吧 要夸张一点 不是太夸张 只是夸张一点 即是说 原来我去到那些东西 今天能够说到这些东西 原来是上帝投资了很多经验给我 我读过很多 当年在Holochart 30年代那些德国犹太人 他们所写的文章 他们所挣扎的问题 原来今天这些东西 是上帝放了这么多粒粒粒粒的东西 在我脑海里面 原来今天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是上帝安排我要做的东西 当然有很多其他事 如果你这样想想 上帝今天我们站在那里 这个理不是一个突然间爆出来的 在我们人生里面 上帝给了很多投资 给了很多的恩典 学习经历给我们 而这个事 就是要为我们 如何为他分别出来 成为神 在我们特别的环境工作的人 有些人说 我做sales数了很多年 什么都不懂 不是 你做sales数了很多年 懂很多东西 对不对 因为你做sales 和人聊天 什么人都想买东西给他的时候 他就要去 和他聊天 有话题 什么人都要买东西给他的话 他的话题很广泛 跟着能够跟人聊天 去买东西给他 你的口才一定非常不错 而且你懂得如何去明白 你做sales的人 通常一看他眼神 你知道怎么入门 去说话 所以我们做牧师 应该跟做sales的人 学习如何传福音 这个是真的 我当时很多年前 我说 我们学习教牧师 如何传福音 找sales的人 买保险 买经纪 买地产 那些人来教教 怎样去传福音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学习 一看就知道 你的need是什么 然后哪个能够 哪个能够 哪个不能够 你很聪明 而且我曾经听过 一个朋友 他做了人寿保险 做了做退休 他说我们做保险的人 知道 怎样能够真正去sales 到我们的东西 从心里出 等于传福音 即是说 其实在这个经历里 神已经预备 做保险的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人与人之间工作 可以去明白人 可以体会人 可以把福音传给人 各位兄姐妹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投资了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去预备 很多东西 为要去成就他的事 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去 我们有没有去 Own up to 我们的 past as God's driven past 即我们有没有去 将我们的过去 看一看 不是就说 这个是我的过去 这个过去 是上帝的索造的过去 简选的过去 带领的过去 分别为圣的过去 为些要似向一个将来 那将来在哪里 上帝将来是哪里 不用看一看 看一看 我们的周围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崗位 你开始做一下matching 这个工作崗位 有什么可以做 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 然后有什么resources 原来上帝有resources 操作了 可以帮助我们 其实教会的事工都是这样的 有时我们说 教会做些什么 那我做法 看看圣经 圣经 带领我们做些什么 接着 看看我们的弟兄姊妹 咦 上帝原来 赐了很多不同的人给我们 不同类型 不同需要 不同强项 不同短处 都有 接着我就问 教会 如何发展什么工作 神给我们有什么预备 你不要以为有些很大的需要 这个人好像在教会 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不是啊 这个需要正是成为 我们发展新的工作的一个 声音 呼召 有困难 有软弱 有残伤 不是 不是liability 来的 是上帝给我们 这帮弟兄姊妹有困难 可能有更多的人需要 神竟然赐给我们 我们能够如何帮助 这帮弟兄姊妹 来发展呢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过去 是神 挑选投资的过去 耶利米 神呼着他 告诉他 我从母胎就挑选了你的先知 所以 到第二点的时候 耶利米 找不出任何理由 去say no 我们真真正正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 我们也要真正地面对 在上帝的呼声面前 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 我不想 是没有这个理由说 我不做 我不要 当时耶利米 怎么说呢 听完他分别为圣的时候 他说 主耶说 不行 我不知怎样说话 不知怎样说话 因为我是年幼的 大家知道 犹太人的文化 是一个经老文化 年轻子 小孩 没有权说话 那些门徒带那些小孩来耶稣面前 那些人带耶稣面前 那些小孩 那些门徒说 走走走走 是吧 不要走开 不要在这儿搞一阵 耶稣说 不要走开 我祝福他 所以我们还教会也是 很少 我们中文堂 二童堂联合 是吧 为什么 那些小孩吵怨巴闭 他吵怨巴闭 唱歌 走音 阻止我们大人的聚会 很少的 但有些西人教会 犹太人说 不是 我们一起聚会 当然他有语言问题 我们还教英文和中文的问题 我们华人都和犹太人一样 所以你发觉 我们年轻人和爸爸传福音 十居其九都不听 为什么 我食盐 多过你食米 走桥 多过你走路 小孩说什么 你做了几年人才跟我说话 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当时耶利米说 我去代表你做先知 说话 说什么 第一 不会说 第二 没有人理解我 因为我年轻 这个理由 是否是一个好理由 和上帝说 你猜我做这些事 say no 我们去原住民 去传福音 上帝 别开玩笑 原住民这三番 怎么办 很害怕 他们说什么话 说Cree话 说英文 不行 不懂 不懂 不去 去衙迈加全福音 不要去 为什么 说英文 他们说些说话 客家话 不懂 然后那里很危险 不要去 去哪里 去down town 派三文治 不要去 为什么 down town很危险 派三文治有什么事 碰到那些人把你一锤 打暈了你 都要脱脱脑 不要去 是吧 我们要在公司里面 去传人福音 不行 为什么 公司不可以混合宗教 你在公司里面 传福音 十被人刷鱼 不行 当上帝给我们 去做很多使命的时候 我们去到工作环境里面 见证上帝的荣耀 把十字架 在我们的cube 行不行 不行 现在不行 把同性链为止 就好一点 十字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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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迟些 十字架不行 这个问题 安省重康 我们要在工作里面 见证上帝 不要说笑 很危险 我们有很多藉口 我为上帝做些事情 不要说笑 很危险 其实耶利米的心态都一样 我年幼不懂得说话 留意上帝是怎么说的 当你读深一点的时候 你发觉这句话 好像说完藉口之后 被上帝刮了一把 那种感觉 第七字 耶路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怜悠的 你不要说你是怜悠的 你不要说你是怜悠的 你不要说你任何的借口 一巴掘你 那种感觉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哪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什么话 你都要说 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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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觉 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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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你是怜悠的 我吩咐你做的 你一定要做 我叫你说的 你一定要说 那 средa 我上帝给我们很多的使命 这个 神的使命 你無法允许 这个耶利米 耶利米 你无法允许去追逃 我们想一下圣经里面 比我们很多的介明都是一样 圣经里面的介明 那些什么叫介明呢 就不是建议 温馨提示 爱人如己 爱上帝 温馨提示 爱一下就可以了 不爱都没问题的 It's okay 这些叫温馨提示 通常我们看到现在的Turk firm 以前都不懂什么叫温馨提示 Kindy suggestion 英文来的 温馨提示 即是不用理他 他温馨提示 我没有温馨的 不用理他 只是提示而已 不是介明 但是 你在开车的时候 看到那些牌子 吴大 seatbelt 罚钱 多少钱 敢不敢 有些人还拼搏 Handheld device 不要开车 敢不敢 有些人还这样 不过被人捉一捉就罚钱了 你知现在 原来你的电话呢 有个人 在红灯停在那里 拾回电话都被人告 那我们习惯望的人 当然是有电话 所以我现在放在大腿上 用手按 行不行 都不行的 因为不安全的 都会被人抄牌 有些叫温馨提示 有些人说 戒命 commandment 上帝要我们去完成祂的使命 上帝要我们去爱人 上帝要我们去荣耀他 上帝要我们去把福音传开 这些是commandment 但是我们很少用这样的态度去说 好像用多数说上帝要爱 去啦 上帝要鼓励你去啦 上帝要爱我们给一个motivation 很少个严正的话 一巴掌打过来 去啦 你不去啦 你不可以这么说的 你不要说你年幼啊 我叫你去就去 就好像一个挺有权威的爸爸 你还不起床 儿子今早上教会 起床啦 不起床啦 十秒后我开车啦 今早就是这样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看十秒之后 来啦 立刻就出现了 如果我不数十的话 他就不来啦 commandment 不是温定提示 因为今早我女儿出了手 我一辆车 我真的要走啦 如果不是说笑 回来教会迟到 我份工来的 commandment commandment是 没得选择的 关聂姊妹 耶和华去 加一班使命给耶利米 我叫你去说 你就去说 没得选择 当然上帝不是这么绝情的 上帝说 你两个人要害怕 第一 你又怕不认识 不要紧 我给你个异象 于是 按他的口 这个我们见过 在以赛亚书的时候 神将坛上的坛 碰一碰 以赛亚的口 结症 他说我嘴上人不结 神结了他 他说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就帮他帮你 给你话语 他说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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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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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起去 你怕什么 所以你没得选择 我和你一起去 去吧 咳咳咳咳 当我们第一次接触韩牧师 去OJ 即原住民的时候 当时 我们说 好了 我们去了原住民区的工作 对原住民是一无所知的 只得那次韩克斯尼 interview了他 做网上查一下 当年1998年 当时的网络发展 都很慢 没有那么多图画 去到那里 都不太知做什么 接着呢 1999年 于是我们去一去 探访路先 第一 去到那里 怎么说呢 探访路而已 第二 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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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去到那里 中间的路 当时好像没有GPS 1999年 好像没有GPS 有都不会买 因为贵得不得了 拿着地图去 当时就是 我和师母一家 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一个姊妹和我妈一起 那就去了 最大最惨的 一路鞋鞋鞋鞋鞋鞋鞋 路程14个小时 加上两个小孩很小 尤其是我8、9岁 一到热 吵烟花贵 我还记得 一路去的时候 不知道去还是回 去到的时候 入头盏了 谁知道 去到二楼 那天是夏天 二楼晒了一整天 接着 那间餐厅很便宜 没有冷气 晒了一整天之后 我一热到辉 就发疯了 开风格不断吹 都吹不到他的凉 哇 吵得不得了 幸好妈妈帮忙 哄他哄他 我们可以睡觉第二次再开车 沿途艰难 去那里做什么呢 去和红番山番传福音 怎样说呢 不懂 去探论路 很奇妙 我们去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谁知道去到的 何牧师说 你知不知道 没有多久之前 我看到个异象 我的异象 我问你什么异象呢 有一个异象带人来我们 来我们去 全帮助我们 那个异象就是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们只是说 我去探访路 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发展一些工作 去印度人 不是印度人 印度人当中 做一些工作 原来我们还没去 上帝已经去了 在何牧师的梦中 给他的异象 看到有人 他没有看到我的样子 他的异象 看到一个人 不知道什么人 带人去帮助他们的村里 我更加不知道 但原来上帝已经行先了 那时候1999年 到今天 十多年 真是神的恩典 看到很多人去参与 很多人去帮助 原来我们要回应 上帝的使命 上帝已经走在我们前面 他带了我们去 我们只要走就行了 第三方面 我们不单只拥抱了我们的过去 我们体会到 没有借口去说 no 接着 他就是 只要愿意的心 向前走 在我们讲到最后 接着 我们讲了两个汉纳 第十节 他说看了 我今天立 立你在列邦 列国之上 说要施行拔出 拆毁毁坏 又要建立 再职 看了 看了是什么 看看吧 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 就好像上帝要插尼米一样 介绍被差遣的candidate 如果昨晚有人去陪连会 昨晚讲完道之后 就介绍 几位被差派的多伦多的准宣教士 他说介绍这个是谁 看看这个就是这个 郭牧师 这个是谁 看了 耶利米 这个就是将来神役差派的人 我现在就要立你做什么 立你做列邦当中的列国之上 列国之上的先知 即是说他的权兵高过列国 不单止犹大 高过巴比雷 高过埃求 神要给一个荣耀尊贵的位分给他 因为他要代表耶和华 说话 接着他的说话 我们知道耶利米一届书生 没什么权兵 不是他打仗施杀的人 但是他的说话 就会拔出策位 毁坏 傾覆 审判 但是将那些不合乎神的心意 无论是 以色列国 巴比伦 埃及 神用他的说话 来傾覆他们 审判他们 但是有建立和栽纵 耶利米的说话 临到人当中 会安慰 带领以色列人回归 在31章里说到 耶和华当日 神灌溉的时候 那个人心里面 不需要律法 这是安慰 鼓励 建立灾众 漢阿 现在介绍他的工作 他将来就要成为 毁坏 不合神心意的事 审判 以及建立安慰神的子民 漢阿 我们这群属神的子民 上帝今天将 同样将 拆毁 以及建立 这个工作 交给我们 在我们的朋友 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眼睛 去看一看的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发觉 在我们的朋友当中 有很多需要拆毁的事 有时见到那些年轻人 和我们聊天的时候 哎呀 我要赚钱 我要发达 他背后的价值观 不是来自上帝 他背后的那些人生观 全部来自不正当的东西 他说我要赚钱 读什么都不要紧 我说你不要读了 我说不如买个马铁 在家等下 我们轻一轻 说笑 你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 如果你要赚钱 很简单 读书不是赚钱最快 读完书之后 你欠政府十万八万元 你想着赚快钱 你更加快的方法 当然不合乎道德 不合乎神的心意 他没有想清楚 我驱惹他 他在想什么呢 他有很多价值背后的东西 全部都不对 我要帮他慢慢去 调整 拆毁了那些 不合乎神的心意 当然不是批评他 拆毁了他 建立他 安慰他 支持他 让他能够 他的人生价值观 是得以建立 和在重 先知 当时他的工作 就是说话 拆毁建立 我们今天不是先知 我们今天不除了说话之外 我们更加要成为 我们要用我们的手 用我们的生命 去拆毁和建重 有时我们基督徒 比较容易就拆毁 就是说话去批评 这些什么不好不好 但是 比较慢 比较少 真正用生命去建立 人的生命 我们批评那些 学生 有些价值不好 我批评那些学生 说那些价值不好 我做了一件事 我说有什么事 你召唤我 有什么事 你帮助我 他很聪明 他家人不太会说英文 其实在学校登记的时候 写好似家人是借牧师 所以我时时收到学校 这个学生 忘记了学校 又召唤我 然后又召唤我 然后又召唤我 有时会觉得烦 有时会觉得烦 但问题就是 我帮他在一起 原来我的电话 就表示我愿意帮他 建立他 再重他 让他有机会 不要Victory Lap 变成Victory Lap C 大家明白吗 Victory Lap是一年 Victory Lap是两年三年 都Lap来Lap去都Lap不到大学 希望能够快点 可以入到大学 能够建立到他人生的方向价值 需要时间 需要手 需要努力去参与 还有当我们愿意去回应神的使命 走出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 你会发觉 我们会面对很多困难 耶利米当时面对极大的困难 在第十五节 第二个看下 他说看下 我要召北方列国的种族 他们要来 国安坐委 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 周围攻击城墙 又要攻击 又要打一切的成一 神要攻击 OK 十一节 所以你要当促腰起来 我所吩咐的一切 说高速他们 不要因为他们惊王 免得 我使你们在他面前惊王 看下 我今日使你成为 堅城铁柱同场 与全地和犹大军王 首领祭司 被地上的众民 反对 他们要攻击你 不得性 因为我要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路撒冷的 这是耶路撒冷的 汉拿 很多人攻击你的 第二个汉拿 第三个汉拿说 汉拿 不用怕 我现在让你成为 堅城铁柱同场 全世界 不单是由大国民攻击他 真的是这样 因为耶利米说神的话 不是说人喜欢听的说话 不是说人喜欢听的说话 被人困在一个洞里 被人迫他 不单是由自己人攻击你 巴比伦大军 攻击耶路撒冷 当耶路撒冷 乘破的时候 耶利米在当中 极大的困苦 很多难处 但是上帝说什么 不用怕 我会让你成为 堅城铁柱同场 这三个汉 对当时很有意思 堅城 敌人打到来 你的城墙很坚硬 就是说你能顶得住 人家攻击你 能顶得住 当我们有时候 为上帝做事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攻击你的 说话 伤一下你的心 嘲笑一下你 能顶不顶得住 上帝说你能顶得住 因为我会把你变成坚城 为什么 因为有上帝的爱 肯定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就顶得住 当我自己 初初奉献的时候 读工程师 然后就去做传道牧师 他问你 以前做什么 我说现在做牧师 做律师 他说什么 做律师 本来就笑我 牧师和律师 都差不多 我说都挺受人尊敬 不过我赚钱差很远 他说 本来就笑你 我说笑一笑 没关系 我赚天上的钱 可能多一点 就是这么多 坚承就是说 人家攻击你 嘲笑你 没问题 因为上帝以你同在 我们的心就坚承 能顶得住 铁柱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门 那些城墙 那些门 那些杂 那些框是铁来的 你知不知道是工程 整个柜 冲上去撞 撞 撞 如果那些杂是铁的话 就能挡住了 接着 铜牆 我们看的那些戏 都知道 整个石就撞过来 那些墙 石造的 砰 撞穿 铜牆 就是说 怎么撞都撞不穿 就是说 上帝要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 我们愿意走出一步 为上帝的命 做些事 我们愿意走出一步 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同事 会有困难 我们愿意走出一步 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 尤其是家人 不信主的家人 很不容易的 会受逼迫的 不过不用怕 堅成铁柱 铜牆 上帝要我们同在 我们怕什么呢 各位领姐妹 人生快乐 满足 就在我们前面 不是在我们二度 在我们前面 就是上帝要交托给我们 有些人交托给一的大工作 有些人神给我们 在不同的环境 给他工作给我们 给他事 让我们走前一步 当我们完成了 上帝又给我们一个 新的工作 我们就愿意向前走一步 可能说 牧师我已经几十岁了 很大年纪了 没有什么可以做 气力又不够 机声又没有那么好 耳朵又听不到 说话又没有气力 怎么办 能够为上帝做些什么呢 那头说完 刚才说什么 我忘记了 不要说你 我也是这样 是吧 怎么办 我们为上帝要做些什么呢 有一件事可以做 真真正正在上帝面前说 我愿意真正做一个 讨告勇士 你不要说 讨告勇士是被老人家拿去残星做的 不是 讨告勇士在上帝的工作里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真正的熟灵争战是与天上恶魔争战 不只是用刀去斩攻击 是熟灵的争战 有人专职说 我现在的事龙是专心做讨告勇士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位置 跟上帝祈祷 有没有说声音不够气 上帝不记得听 不会的 上帝会听到你说话 有没有人当上帝祈祷 在讨告勇士的时候 又说 糟了 我都不记得刚才那句说什么 你不记得不要紧 上帝记得就行了 我说完说了几句 太沉气了 上帝会不会说 不好意思 你太沉气 我不听的 没有了 记不记得那句 不断求求他 那句 那句 上帝都听我们的讨告勇士 我们可以做讨告勇士 我们可以真真正正 向我们的朋友 主啊 我有个朋友 很多年都没信耶稣 我们希望 我踏出一步 为他祷告 将他带到神的家里 让他成为基督徒 或者在我们自己 在今年里面 主啊 你给了一个使命 以至我能够 去努力 去完成这个使命 走出一步 就会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 guarantee 没有什么guarantee 不过真的guarantee guarantee 是一个丰盛的人生 guarantee 是一个快乐的人生 有苦难 不过是有快乐的人生 guarantee 是一个满足的人生 因为我们的快乐 不再建筑在我们自己身上 是建筑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下我们在你面前 仰望你 主啊 我们回望过的日子 有成有败 有得有实 但很多时候 都为了我们 完成我们自己 所关注的事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子女 主啊 我们今天 将我们的人生 我们交给你 主啊 我们求你 我们摆在你的手中 求你向我们显明 你在我们身上所投资的 你用我们的眼睛打开 看到我们周围的 听到周围的呼声 主啊 你要我们做些什么 我们在这儿 我们愿意走出来 接受你的差遣 不再过一个 求求其其的人生 不再过一个 慈我的人生 要过一个 完成你旨意 使命的人生 主啊 我们求你 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走上去 求你与我们同行 给我们真正体会 你真正同行 带领我们 主啊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教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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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